是姚立民 網友諷刺 姚立民過去痛罵民進黨是垃圾 現在要怎麼立體民進黨 藍白河大卡關 傳出柯文哲若不跟侯友宜搭配 侯友宜將跟韓國瑜配 藍白河難道真的出現大翻轉 韓國瑜沒有當面跟我說過 有侯韓配這件事情 侯友宜是我的老朋友 我們的想法都是一次的 我們會一起加油努力 這頭藍白河的火車 還不知道何時會開 都是賴慶的陣營如火如荼 公布進總幹部名單 進總主委居然是姚立民 過去在新黨靠著倒扁崛起 之後投靠小英 也投靠過柯文哲 現在太太還被蔡英文 任命為監委 諷刺的是她現在狂挺的賴清德 過去她口中的民進黨是這東西 民進黨是垃圾 民進黨是垃圾 我再講一遍 民進黨是垃圾 在政治上 他本來就是邊來邊去 而且賴清德去找姚立民 他以為是撿到寶 紅山君倒的是誰啊 不是就是倒扁家的貪腐嗎 可是事實上 他被民進黨招響也非常久了 政治變色龍不稀奇 賴清德家的老家為賤 至今打死不拆也不繳稅 還哭喊委屈 在野黨這麼諷刺 希望賴富不要變成賴皮 這個該拆就拆嘛 這奇怪 為什麼一直凹呢 一下說他們家有戶籍 他說他們家是公僚 那個樣子像公僚嘛 然後再說什麼 那個戶籍 叫新北市政府來吹腳 你不會自動去繳 柯媽媽的違建拆 今天你賴清德要不要拆 不要再賴皮了 民進黨執政下 連違建都可以逃稅還不拆 藍白若不能整合 下架貪腐特權 政黨輪替都將成為空談 記者張宥慈王之恆 SNG小組台北採訪報導 汪 六 六 六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